這個和善這麼好玩 他說我們這一席 三個和善怎麼會這麼好玩呢 這一席的三個和善當中的 升學法師和持人法師 還有一位 在義大利在國外沒有未來 我們的延期法師 就覺得特別有意思 好玩 幽默風趣 活生生的人 不是說我們認為的一個 那麼沒有距離感 有障礙感的法師 沒有這些壁壘 沒有這些障礙 我覺得這才是新鮮的 活潑的 我們就要活出這樣一種活潑出來 所以呢 師父八關在這件事的時候 我覺得心特別親近 然後 慢慢我就萌生了真正想要受戒的念頭 所以呢 我就跟賢中師父說 我想受戒 然後呢 在前不久 就真的受戒 受戒之後呢 我覺得這個受戒 對我而言 這個力量很大 因為師父跟我說 受戒其實是形成一個戒體 這個戒體就是說 我們是一種 心靈的一種念 你就為什麼叫歸一 這種歸一 其實是給我們產生一種 心靈的一種能量 大家想像一下 我們每天早上 你一定要有一個 儀式 或者你一個習慣 這個儀式和習慣能 喚起你整天的活力 如果這個儀式和習慣是隨時隨地都能喚起的時候 這個人就會非常卓越 如果你不能隨時隨地喚起 喚起你自己的時候 這個人 他就很難有巔峰的成就 所以我會發現這些法師們 在台下 可能就是一個 好像看起來 就是很平常 不起眼 也樂呵呵 沒有價格 平靜 只要他們一旦 坐在這個台上 咦 你媽發現 立馬 就變成一個人 煥然一新 我覺得這就是一種心靈的力量 所以 其實 人一定要行這種心靈的力量 這樣一種力量 一旦形成 我覺得 吃素 這個問題 就跟我們一個好行為一樣 它就能夠吃之以分 那剛才 希英老師所問這個問題 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 那我在第一天晚上 其實應該說 也把自己的感受去跟 各位做一個分享 我覺得這問題 我還並沒有真正得到究竟的答案 但是我始終認為 有一句話 商業是最高的時尚 這句話的商業 不是今天我們講的這種 坑猛拐騙偽略產品 今天我們已經把商業加了問號 所以很多東西叫是非而是 真正的商業應該是 建立在一個契約 建立在一個誠信 建立在一個高效組織系統 建立在它能夠自如去運轉 這才能成為一個商業 當然 我們今天所定義的商業 是追求一個利潤 我曾經看過一句話 商業是追求一個持續的利潤 它不在於你多於少 會在於一個持續的利潤 我們知道 一旦你能夠形成一個持續利潤的系統 我們就成為建立一個廣道 這個是很多一些 不管成功學 直銷學等等 都會去教育我們的一個理念 所以呢 它就會教育你去 創業去建立廣道 那我也去曾經思考過 我認為這個也並不是最究竟的 因為你去創立這樣的一個廣道 跟你去創立一個企業 一個平台 難度是一樣的 但是如果一旦你去做指銷 去做這些 就是一個系統裡面的一部分的話 實際上你是 只能是成為產品的一部分 我覺得產品其實應該是我們的一個媒介 最重要是我們背後的這種發新理念 也是我們的情懷 所以我認為如果說商業能夠跟我們的發新 跟我們的情懷結合的時候 就像我們談的一個禪 禪與這個商業與工藝怎麼樣來去結合 那這個時候我覺得就會很有意思 那人性是有略更性的 就是人一定要趨力避害 人一定會貪小便宜 我們曾經做過很多很多次的 這樣的一個工藝產修班 這個工藝產修班 我們放在深海產師開 一旦我們不收錢 哪怕深海產師會付出很多的倉費 付出很多的住宿費 付出很多 我們看得到看不到的這種成本 那麼我們來的每一個人 他首先就會算 在四月裡領住好像也不會花什麼錢 頂多可能就是幾十塊錢 一兩百塊錢 然後有的人甚至他都不願意去付這個錢 而且這是一個下意識 這種下意識是我們 人內生與生俱來的一個人性 那我們如何去改變這些呢 我們需要有一個約束 需要有一個門檻 大家會發現當一件事情很難做到 或者你能很難去獲得有稀缺性的時候 你就會去追逐 我記得有一個米服的一個故事 說米服在練字的時候 那時候很調皮到的 一直練不好 後來他的老師告訴他 你要練字 就是我這個紙 你要來買 他問多少錢 他說我這個 你一兩銀子 只能買個五張紙 你去練吧 他有點心疼 但是還是買了 這個時候 這個紙因為他覺得很昂貴 所以他就很認真地去琢磨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其實我們認為 商業也好 門檻也好 它只不過是一個媒介 就像我們佛法呢 用這種方便法門 引你入門 引你入門之後呢 我們其實真正在那裡 就感受到一個真正的受益 所以波羅的修煉呢 我們會設定門檻 比如說一千塊錢 它是一個小小的門檻 對絕大多數來講 一千塊錢不是什麼 那哪怕來一百個人 三百個人乘一千塊錢 其實並不多 如果說我們在這裡面 要去賺多少錢的話 說句實在話 並不能真正賺了多少 但是你又不能不收這個錢 因為你一定不是那個名堂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很難去建立 你很多的一些規矩 因為我們要吸引同一個頻道 同一個頻率的人 就願意付出 願意付出代價 就是我們有一個 不管是成功學 還是訓練學的一個原理 人一定要願意付出代價 而且你會記得 你付出的代價越大越高 你得不到的 你的收益一定會越大 這就是你的心念的力量 這個教練技術很喜歡講 那個酒油之人 我們都聽說過 一個人去娶女子 最高的聘領是九頭牛 那麼有一個人去娶了一個女子 這個女子很平凡 而他給了九頭牛的聘領 那個家裡每個人都不相信說 我們家的這個女兒 怎麼直至九頭牛呢 有個三四頭牛就頂死了 結果呢 有人過了幾年回來 再看到這個女的發現 這個女的怎麼 好像變得特別有氣質 特別有魅力 她就是跟九頭牛相應 就你自己是九牛之人 還是一牛之人 所以我覺得 我們對自己內心的期許 會決定我們的一個行為 就像我們所說的每一件事情一樣 師傅今天早上的一個開示呢 我銘記在心 就是不管今天 長迷書院是發展取了一點小小的進步 或者是碰到困難 這些只是外在 我們要問心 問問自己的心在哪裡 你的發心 你會不會忘了你的發心 比方說我把大家召集過來 我們這麼多人 我們是為了去獲得一個商業的利潤 還是說要得到個人的一個好處 這是一個發心的問題 如果是真正自利利他 我們又能夠賺取合理的商業利潤 何能而不為呢 這是應該去突破的障礙 而不是說我們做佛 就一定不能收錢 這也是一種誤區 如果不收錢 請問我們的師父們 他沒有勞動 也沒有這個資產性的收入 我們師父在這個人間社會 他如何立足 他也需要金錢財物的滋養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我們不能把師父 佛陀他老人家 也需要黃金鋪滿地的奇俗及孤獨員 才能夠去弘法 所以各位 很多東西呢 一定要去付出代價 並且你願意付出代價的這樣的心 你才能夠得到你真正想要的 因為 謝謝大家 因為時間的關係後面舉牌了 其實基本問題我一直在思考 但是我仍然沒有答案 說句實在話 我很多方面 其實對商業真的不懂一窍不通 我很多好朋友 一直來給我出謀話 就說 你應該這樣 你應該怎麼樣 你根本不懂商業 經常告訴我 覺得你這樣是不行的 那我有些時候 我只能依置我的本性 比如說我很想做一個什麼事情 但我覺得這個事情 如果說不是我真的想要 或不是自然而然的話 這種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因為我發出去的信念 你們能夠收得到 你們發出來的信念 我也能收得到 這就是心 所以呢 為什麼波羅修練 能夠贏得大家的一個關注和知識 就是因為我們發的這個心力 這個念力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說手段本身 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 我們透過這個手段 媒介 我們能夠真正去達到的一個目的 這也就是我們的一個發行 所以呢 在師父們的一個引領下 加設下 我們一定呢 是不忘初心 真正的去踐行 力行這樣的事情 那麼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分享到這裡 交給我們希音老師 謝謝 好 各位老闆很謙虛 這段沒有思考 沒有在思考 其實我覺得今天 此刻的當下這個場 好 這個年會 其實足以受到的問題 那就是盛世 共享受 共享受 好 那麼今天的下午呢 大師面對面的話題呢 我們 音樂法師 從 范本音樂 從家庭關係 給我們做個開示 孫樂法師呢 從孫老病死 這些大問題上 給了我們一個開示 我們思考法師呢 從出家人的一種情懷 這種浪漫 這種幽默感上 給我們做個開示 吳老師也從自己 從事長途書院 傳播正能量 傳播佛法 這樣一個自身的體驗 也給我們 交流了他的心得 我想呢 在座的各位呢 還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都要和大盛的交流 但是 現在此刻 我們 可能有一些人已經開始肚子餓了 我們有一句話叫 法輪貴傳 十輪先傳 好 那麼今天下午呢 這個大師面對面 就到此結束 大家呢 去唱和堂 用晚夜 好 再次以後來的掌聲 感謝台上三位掌聲 給我們下午就精彩的開示 好 關於晚夜呢 可能要補充說一下 那邊因為有上一場活動 所以可能還在翻牌當中 我們應該是六點半 準時用餐 所以現在呢 大家呢 可以在原地呢 稍微消化一下 或者是 欸 在這旁邊 等一下 好 現在呢 我們唯一的同學們 來我們 輔導員 韓老師這邊 領唯一證 然後呢 我們六點半 準時 到達我們唱和堂 用我們的晚宴 晚宴用完之後 我們會再次回到這裡 來 進行我們晚上精彩的 波熱長雲晚會 我們的迷你老師 還有我們的 江老師 已經為我們 精心準備 呈現 我們今晚上這台精彩的晚會 好 大家可以這個 修行 自由活動 然後呢 如果大家 還想請字畫呢 外面可能還有 很多的一些字畫 可以到外面 找我們余風師兄 請一些字畫